歡迎收看最喜歡關心電影的雲林新聞 我提供是農家叫三列町文全國修帶到家人 來到托馬鐸人口 萬托馬鐸 雖然說裡頭是很大 但是所有的小朋友也很高興 現在也帶到小朋友去吃飯 感慨到托馬鐸採收後是要裝油來處理 以及托馬鐸的利息頂頂 給小朋友不僅是了解到社材 綠產裡面來到餐廳的過程 我來掌揚農民的辛苦 小朋友認真在托馬鐸 這是三列文全國修為了提供性能夠有 所以在這間特別帶到學生來跟托馬鐸合 讓小朋友請出托馬鐸 就此為他們了解雲林在地的農作物 今天是我第一次來採番茄 我覺得蠻新奇也蠻有趣的 然後我還學到番茄的地頭 有剪掉的時候要留一些 因為這樣才可以以免傷到其他番茄 今天採番茄非常的好玩 不但學到了番茄的番茄摘的時候 不可以直接用拔的要用轉的以外 轉完以後還要修剪地頭 食農教育一直是我們學校非常重要的校定課程 讓孩子能夠到這邊是個非常快樂的一個學習的課程 知道要來孩子都非常的開心 除了番茄摘 現在也帶到小朋友到窗房來看採收後的番茄 是要如何以免糧、大燒、頂頂來分析 還有更加番茄的歷史 希望透過多年 讓小朋友更加知道實質的來源和農民的辛苦 那麽再來就是 基本就是家人採收 拿到槍盤裡面分析後 打算家人的學校中央處方做營養午餐 沒有了解這個實質的來源 讓他們了解 學習到孩子要用食材 還可以保修實質 還可以負負到農民的辛苦 文昌高校的成農庫庭 讓小朋友實在很多農作物 其中學校最主要在提供的就是黑豆 他們會跟在地的導遊公司合作 讓小朋友去介紹和行銷 我們學校的課程最主要是黑豆 那當然就是結合我們在地 那黑豆的種植之後到產銷變成黑豆醬油 跟瑞春醬油 然後讓孩子行介紹跟產銷 這是我們學校最重要的農業科技的課程 透過體驗 學生不了解農作物的行動過程 也知道農民的辛苦 相信他們未來的金家庭 最實物 不會青菜浪費 記者小儀心 採訪報道